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已經破了位置 我們已經沒有了anchor 所以現在is anybody's guess 它可以去到幾盡 anybody's guess 因為correspondingly你就要看美元 我認為美元是有可能去到歷史新高的 所以只要美元的強勢美元 人民幣的弱勢美元 但是我們人民幣 因為我們有央行的干預 所以你說可以去到幾盡 我就覺得可能會好過很多其他的貨幣 例如英鎊、歐元、日元 這些全部都是破了位置 New Zealand dollar、Australian dollar 全部都破了位置 所以我覺得會好過這些貨幣 但是因為現在沒有anchor 你部船沒有anchor Is anybody's guess 任何人現在走出來說 我覺得是去到7.4、7.8 因為7.4和7.8都是很關鍵的 再按人民幣的位置 就是7.4、7.8 我認為沒有根據 因為你是計不出來的 你只可以推斷美元的強勢未完成的話 人民幣的弱勢也未有就緣 但它可以去到基準 沒有人知道 因為央行在這裏干預 但Trader開架的時候 它不斷地開在最弱那裏 所以我覺得 還是那句話 對應是美元的歷史性強勢 美聯儲未加原息 美國的問題和全球避險風險未有消退的時候 人民幣沒有辦法 它就是處於一個弱勢 因為匯率我們剛才說是一個對應的兩個國家 對於相對的國力的顯示 還有沒有辦法 美元就是一家獨大 人家就是佔了55% 55%的Global Trader這個Settlement 你沒有辦法 別人佔了40%多的Reserve currency SDR Drain Rights 你沒有辦法 但是這一波一定是美元的最後 就是強勞之門 所以一般 這個最輝煌的時候 往往也是他應該 他可能會逐漸的美元的體系 會逐漸的變得比以前 更加 less powerful let's put it this way 但是當這個過程 我們是描述一個30-50年的過程 我們不是說3-5個月 這樣就倒閉了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元的歷史性強勢 亦同時向全世界所有的 包括我們中國 亦都看到這個美元體系的最大缺合 所以我相信這個會加速 譬如我們現在有加密貨幣 我們現在有數字貨幣 數字紊幣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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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會 都會 從不同的 anger 去 Substitute 不是replace 是substitute 這個美元的系統 但是這個新的貨幣體系需要三五十年的時間 我認為加密貨幣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類別 而且越來越重要 黃金越來越重要 因為我們中國古代的智慧 這個聖世的智華 亂世的黃金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貨幣體系 我們剛說的匯率反映出來的貨幣體系的崩潰 其實這個新的貨幣體系 一定會佔有一席之地 否則大家都說這個黃金是萬方時候的遺珠 為何幾千年我們人類都沒有放棄黃金 為何幾千年黃金仍然在中央銀行的中央銀行 就是因為黃金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貨幣體系 雖然它可能升得慢 但現在去到1,600 最高的時候去到2,000出頭 畢竟是回落了一點 但相對於其他資產來說 我覺得黃金回落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多 所以相當於有貨幣 加密貨幣、農地 現在的風景還未去盡 我不希望我們在這裡做一些建議 讓大家不認為現在就是買的時候 我不希望這樣 但到時機成熟的時候 我們自然會擴大 但現在絕對不是 有機會 所以說每天都可以使用 旅行馬封共鎖 這種雖然會有架最強的 這件事的事 不足 或者其他空間